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美食都藏在生巷里头 高雄古山区有一间新加坡料理 没有招牌却是当地的超高人气美食 招牌的拉撒面 汤头喝起来香浓醇厚 老板特别是用了南部特有的炸意面 粗粗的面体吸附了汤汁 有满满的椰浆香气 还有特殊的香辣口感 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好滋味 而香辣蟹粥也是老饕宗的心头好 有一整只的螃蟹 大虾 鸭肉丸等等丰富的配料 螃蟹香甜 熬煮的粥很入味 带有海鲜的鲜 还有微微的辣度 吃起来好过瘾 我现在在的地方看起来很像是什么名宅 但其实里面卖的是高雄隐藏版的新加坡料理 都没有招牌 我们就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好 走 定位了吗 目前登机八点半 要不要先登记 用餐时间只有七张桌子的小小店面 被客人做满满 没有提前定位 等上一两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 满满满 满满 放中间就好了 好 谢谢 一道到新加坡料理端上桌 客人们忙着大块赌鱼 有香辣带进 配料丰富的香辣蟹粥 吸饱浓郁椰浆香气的拉萨意面 温润滋补的白肉骨茶花生猪饺 还有肉质Q嫩的海南鸡 和咸香十足的鸭蛋炒果条 每道南洋菜都是老饕心中的招牌 十年有了 超过十年 对 可能五点营业 就四点半就有人在排队 拉萨的话就蛮喜欢 它那个椰浆的味道 以前在哈马新 然后岩城区一直追到这边 他已经搬了三次了 市井美味藏在生巷里 在高雄虎山区的这间小餐馆 因为分量大又评价 开业十一年来 即使经过四度搬迁 此中顾客仍然追随 老板许静斌 曾在新加坡从事航运工作 所以对当地料理特别了解 它有分两种 一种是他们讲的就是 咖喱拉萨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阿桑拉萨 然后我们这个系列的话 就比较偏向俗称的咖喱拉萨 这个实力的话 它一般的话就是 增加它的那个汤头的厚度 实力和南姜辣椒干 虾米虾酱 蒜头 切碎搅拌成汁 再滚入咖喱和椰浆熬煮 取进并发挥创意 新加坡口味 留和南部特有的炸意面 因为它面宽 然后而且容易吸附汤汁 反而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拉萨面的汤头喝来香醇浓郁 配着以喜好决定软硬度的意面 大口大口吸食 格外酸脆 还有肉质Q弹的泰国虾 豆皮更是西满椰浆香气 那这里的拉萨面很特别 它结合了台湾的意面 这样吃起来 粗粗的面就整个吸附了 它的拉萨酱汁 超级够味的 虽然说它是偏重口味的 可是还满平衡的 那我自己也会买它的冷冻包 回去自己煮这样 香气四溢的香辣蟹粥 更是美作弊点 许金丁用菲律宾进口的螃蟹 每天限量限在限沙 再把泰国生米 煮到米粒防护汤汁 用一些特制的 用虾式的虾头去炒的那个辣酱 然后还会加 特别加一点 我们有一些奶水 一整只螃蟹大方摆在上头 里头还有绣蒸菇 鸭肉丸 虾子等等配料 蟹粥熬到糜烂入味 辛香料和浓郁粥品完美融合 微微辣度把简单的一碗粥 提升到另种层次 它的那个胡椒味还蛮提香的 对 然后它的海鲜味也蛮重 还蛮好吃的 踏进摊影之前 许金斌在船务公司工作 常住新加坡好几年 因为天天接触南洋美食 慢慢勾起了他对料理的兴趣 以前回来台湾过年的时候 都会煮一些 比较海南西饭的肉骨茶 给不曾出国的爸爸妈妈 他们去品尝 因为妈妈的身体的关系 就回来照顾她 陪她走完最后一段路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要做什么 做什么一些行业吗 起初许金斌路边摆摊 买肉骨茶 关东煮 再到爱河旁开店面 中间经历了毒淀粉风暴 在太太林秀珍的鼓励下 转型卖新加坡风味小吃 没想到大货好评 一天来客树最高纪录 超过五百人 和太太因为有了双胞胎的小朋友 然后人力支援不到掌握 所以到最后就把那个店 大的店把它暂停停掉了 曾经两年重启如噪 许金斌把餐厅倒住家巷弄 店面变小了却多了家的味道 依旧吸引熟客登门回味 香兰叶它本身有点芋头的味道 经过这个香兰叶和这个香茅 去还有一些鸡 鸡油 然后一些调味料 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海南鸡饭 泰国米和香兰叶 香茅一起烹煮 米饭才有道理的特殊香气 铺上每天现载直送的温体鸡肉 鸡肉软嫩多汁 鸡皮带点Q弹 沾一口甜辣酱 咸甜胶汁 或配甜酱油 咸香食足 浓浓香味的鸡油饭粒粒分明 搭配着吃超级过瘾 酸甜爽口 就是夏天吃起来蛮适合 鸡肉蛮嫩的 对 就吃起来不会有那种彩彩的感觉 不吃辣的客人 也很爱这道白肉骨茶花生猪脚面 对于猪脚有点比较偏好 然后我就用当地的那个白胡椒的 潮桌的方式的做法 花生浸泡了一碗 起饱水分 再过水汆烫猪脚 丢进许静兵御煮的高汤 把那个猪脚放进去 然后再下我们的一些药材 最主要我们还会加一些鸡骨 炖煮了近两个小时的白肉骨茶 汤汁顺口 不油不浊 喝得出白胡椒和蒜头香气 猪脚炖得软烂 有着满满胶质 配着Q弹白面一起吃 温润又滋补 猪脚的部分蛮好吃 就是你Q弹然后肉也不会太老 而且它里面还吸得到那个碎 许静兵改良的鸭蛋炒果条 也意外受到欢迎 鸭蛋特有的香气 发附在两种面体上 咸香浓郁 锅气十足 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海外漂泊后 许静兵回到家乡扎根 和太太林秀珍一个内场 一个外场 并肩撑起小小店面 要继续在这小巷弄里 努力做着每道新加坡料理 走过下雨的十年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铁板烧透过炙热的铁板 快速料理食物 锁住满满美味 吃的不只是食材本身实力 也能吃出厨师的个人功力 苗栗头粪有一间 无菜单的高级铁板烧餐厅 食材不惜成本 选用食令海鲜 像是香煎深海红猴 鱼肉吃起来细致多汁 还有严选的日本A5和牛 稍微快煎出香气 吃起来有入口即化的幸福感 来到这里从阳台望去 就能将头份的美景收进眼底 美食搭美景 不管是白天黑夜 都让人心旷神怡 绿营匆匆 开着车沿着蜿蜒山路而走 淡淡的云雾在空气中透出一丝清凉 再往深处去 这里隐藏了一间高级五菜单铁板烧餐厅 我其实会那么喜欢来这边吃的原因 是因为它每一次经常画的菜品都会不一样 那你每次来吃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种开箱的感觉 一种创意的惊喜的感觉 吃美食配美景 从阳台望去就能将苗栗头粉的美景 尽收眼底 不管是白天夜晚还是夕阳 任何时刻都美不生收 我觉得这里整个的空间都很宽敞 然后刚刚我们后面又是可以看到很大的夜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